是中山區街頭林泉市發生了一起砍人案件 傷者是香港籍的男子綽號張牧師 他經常在網路上發表一些政治相關的言論 沒有想到林泉的時候 卻是在這地方被人持刀砍傷 被誤一傷 而且手指又挫傷緊急是送醫治療 那他在醫院的時候 他也立刻開直播表示說自己被人砍了 而且很痛 來聽一下警方稍早的訪問 江信商者剛好在前面下計程車的時候 疑似跟酒店消費結束的客人 在人行道上面 有言語或者是碰撞的糾紛 導致後面有一個動手的狀況 好 根據了解鄭明江牧師 他在110年的時候在香港銅鑼灣 因為違反了限聚令被逮捕 不過當時這個罪名是不起訴的 在同年7月的時候 他又違反了相關的規定 違反了這個阻礙公職人員罪 當時是入獄8個月 那之後他出獄就回到台灣來這邊生活 但是他的朋友是指出他在台灣這邊沒有家人 而且也沒有在工作 因此不太像是與人結怨 那現在警方調查他們也發現說 當時疑似是因為他講的粵語 讓這個路人感到不開心 所以初步是排除有這個政治的因素 那現在也已經帶回了一名在場的關係人 要來立青安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